全长3600米的迷敦道 始建于1860年 是香港最繁华的街道之一 在这里可以找到许许多多世界著名的品牌 香港玉华国货的总部 就坐落在这条街道的中心区域 走进玉华国货 如同走进了特色国货的时光博物馆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浙江的毛笔 安徽的宣纸 江西的瓷器 天津的手表 云南普尔甚至中式家具 应有尽有 玉华国货董事总监于伟杰 是玉华国货第三代接班人 日前他在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玉华国货是他爷爷于莲庆和一众华侨 在1959年共同创办的 玉华这两个字呢 其实就是互卖中华的一些 那他就是希望可以接受 就是收卖国货 能帮国家赚一些外汇 然后也推广了我们中国的这些优质的产品 那已经我们今年已经是62年了 在余伟杰看来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国货的主要消费群体是香港市民和华侨华人 当时很多华侨华人希望为中国发展出一份力 经过几代人的悉心经营 如今的玉华国货已从最初的一家小店发展为 如今在香港和新加坡拥有十余家分店的大型国货公司 品质有保证 产品有特色 更成为他的金字招牌 随着这个年代的变化 我们的消费的全体也是有一定的变化 然后直到八十年代以后 就是很多人会买 国货送回到我们家乡 那个时候是在这边买货 在内地停货 然后比如说那些电视机啊 那个冰柜啊 然后到现在就很多都是 主要是一些喜欢中国文化的消费者来我们 比如说喜欢赫斯莱的 就来我们这边的品牌 喜欢这些瓷器 也是来这边研究研究 还有很多 现在多了很多的外国 外国的顾客 会来我们这边 到这个国务环境去看我们国家的文化 随着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余伟杰也表示 玉华国货非常愿意 与内地的国货品牌加强合作 进一步向香港和海外 推广国货商品 也可经由公司的渠道 将海外及香港的商品 推介到内地 那我们作为就是香港的一家公司 因为香港是一个 就是我们 你用两主席说的话 超级联系人嘛 那我们就两方面 把两方面的东西都互相联系 作为一个很好的桥梁 可以把两边的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货品 可以联系来 那通过我们玉华国货 也可以做到这个 希望可以做到这个目标 是这样的 不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